印尼三佛企公司失事客机SJ182的搜寻行动再有新发现 救援队伍今早成功在搜寻海域寻货属于机身的一大块残骸 随即打捞上岸 今天的任务进一步在空中、海面和海底三方面出击 扩大搜寻范围 至今搜寻人员已寻货19具罹难者遗体 搜寻人员星期天深入海底 成功发现SJ182客机的残骸碎片 随即送往雅加达港口 搜寻单位今天扩大搜寻范围、加派设备 从空中、海底和海面探测失事客机更多碎片 同时也调遣更多挖人集中海底搜查 希望能尽快找到黑箱 因尼交通部部长不敌 尼卡利亚今早在社交媒体平台证实 当局出动几重机 将一个大面积的机身残骸从海底捞起 搜寻工作也陆续发现更多罹难者遗体 叫后交由警方鉴定身份 不过对于等待消息的家属而言 他们仍然期盼奇迹出现 空服员米亚的哥哥向媒体透露 妹妹原本不在失事客机直勤 但颁表更换后就搭上了这趟客机 没想到还来不及落地向家人报平安 就从此天人永别 他没有电话 通常如果他没有飞机 晚上他知道他没有电话 他在那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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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电话 机行为波音737-500的SJ-182 星期六下午2点36分 从雅加达起飞 原定飞往昆电 不料起飞四分钟后 从雷达上消失 机上载有62人 包括10名儿童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